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清点科技 眼看2017年就要结束 要说在今年手机市场上 出现的最频繁的关键词 那肯定非全面屏莫属 提出全面屏概念的小米 在今年已经把MIX更新到了第二代 就连外观设计上停滞了三年的苹果 都交上了自己的大卷 iPhone X 为了赶上2017年全面屏的晚班车 HTC在双11前 正式发布了U11 Plus 它相比半年前推出的旗舰U11 主要改变在于 外观升级成全面屏设计 虽然时间点可能晚了些 但迟到总比缺席强 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体验一番 HTC的首款全面屏手机 U11 Plus 我手上这台U11 Plus 是透是黑的版本 这应该也是它最受欢迎的一个配色 HTC大胆地用上了半透明的玻璃后盖 机身内部有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其中最显眼的是圆形的AFC线圈 在强光照射下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FPC 甚至还能看到电池上印刷的一些规格信息 这应该是全球首款官方支持 不开后盖 直接看到电池容量的手机吧 总的来说 背面设计上U11 Plus 还是比较浓厚的U系列风格 依旧采用圆润的水样玻璃 手机背面在不同光线环境下 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在大家都觉得手机外观已经做不出花样的时候 HTC还是做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这里值得点赞 相比之下 手机的正面就比较平庸了 虽然取消了触控Home键 但不窄的额头下巴和边框 显得它不像一款全面屏手机 从屏占比来看 大多数观众应该都觉得U11 Plus 不该叫全面屏手机 不过HTC官方的确在宣传上 把它叫做全面屏 其实现在有个不太好的现象 就是不少本土手机厂商和供应链 都习惯把屏幕纵横比在16比9以上的 不管屏占比是80%还是70%的手机 都泛指为全面屏手机 这明显和消费者心理预期中的全面屏手机有所落差 身为国际大厂的HTC 在这一点上倒是挺接地级的 机身顶部是降到麦克风和SIM卡操 U11 Plus采用女货卡头的设计 最高支持2TB的内存卡拓展 机身左侧没有任何按键 右侧是音量键以及电源键 为了避免触感上和音量键混淆 电源键加上了防滑纹 机身顶部分别是主麦克风 Type-C接口以及扬声器 HTC Bombsound的立体声扬声器的外放效果 真的很不错 和S8对比的话优势很明显 绝对是旗舰机阵营里的Combus 多人切的烟 用虚弱的火遍 照亮的淡缺 燃进我遍 多人切的烟 用虚弱的火遍 照亮的淡缺 燃进我遍 最后说说手感方面 整机188克的重量 直逼6.3寸平的三星Node 8 加上8.5毫米的厚度 所以U11 Plus真的算是比较厚重的 喜欢轻薄手机的用户 可能就要拒绝它了 不过这里很大原因是 U11 Plus栽下了将近4000毫安时容量的大电池 这比大多数骁龙835旗舰手机都要高出一截 而关于它的具体续航表现 后面则会提到 显示方面 U11 Plus依旧采用LCD材质的屏幕 6英寸18比9纵横比 分辨率为2880x1440 四角并没有进行圆角裁剪 支持P3广色域以及HDR10 习惯OLED屏幕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U11 Plus的SLCD6比较素 不过这也仅仅是习不习惯的问题 个人是长期的AMLAD用户 使用U11 Plus几天后基本就完全适应了 值得一提的是 U11 Plus不会出现华为小米等不少LCD机型上 惹人烦的屏幕斜纹 观感也非常通透 实在是LCD中的上乘品 U11 Plus搭载的是基于安卓8.0系统的Sense 9.0 由于我这台是国航手机 预装的是ChinaSense版本 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说实话 第一次看到这个复古的UI 我和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 觉得异常的拉眼镜 跟周围朋友吐槽完后 就立马换上了第三方的启动器和图标 当然 系统图标是可以在主题商店里辞行更换 不过 默认主题往往最能考验厂商软件层面的审美 默认主题能厚住大部分消费者的才能算合格生 功能方面 HTC为U11 Plus的Edge Sense加入了Edge Lancer 用户可以通过握压边框的方式换出 三星手机用户应该对这类侧边菜单感到很亲切 Edge Lancer界面上主要有浓力和快捷启动栏 用户可以自定义启动栏里面的APP和快捷开关 实际使用下来觉得还是挺便捷的 不过在体验上还有优化的空间 比如换出后点击空排处并不会收回菜单 只能点底下的返回键 那么对于系统的本地化HTC又是怎么做的呢 为了本地化在自己的领域上插满了各家的气质 比如语言助手是百度的 输入法是SOGO的 而浏览器和应用商店都来自讹厂 这些比较核心的应用直接预装第三方的 HTC早年在系统上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彻底流失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系统版本保持的比较新 是安卓8.0系统 好在的是系统流畅性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在接近两周的日常使用中没碰到过明显的卡顿 U11 Plus和U11一样搭载了高通的骁龙835旗舰处理器 配备6GB内存 对于今年的旗舰SOC骁龙835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跑分方面就略过直接说说平时的游戏体验 原本U11 Plus并不在王者荣耀的高阵率模式支持极形列表中 不过最近推出的盛世长安版本里已经全面开放高阵率模式的选项 U11 Plus自然就能美滋滋的上车 实际体验也还不错 绝大部分场景都可以保持在50帧以上 偶尔会在复杂场景掉落到40多帧 但这也只是比较小的概率 总的来说王者荣耀体验还是能让人放心的 崩坏3开启超新画质也是如此 实测半小时的游戏后依旧不会出现明显的掉帧 整体的流畅度非常高 所以说游戏体验方面U11 Plus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 符合旗舰手机的定位 相机方面 U11 Plus后置摄像头搭载的传感器 还是1200万像组的索尼MX362 规格上1.4微米单像素尺寸 支持全像素双核对焦 1.7的光圈有光学防抖 像张对比就选定架上较为接近的三星S8所谓对手 看看U11 Plus的拍照表现到底如何 首先是阴天下的鸭子铜像 亮度上U11 Plus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 而S8的曝光就有些过了 在大光比的场景 两个手机都没有开启HDR的情况下 U11 Plus的宽容度表现不如S8 S8暗处大楼的亮度明显高了不少 同时天空的曝光控制的不错 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天空也更讨好眼球 两台手机都开启HDR后 U11 Plus的暗处亮度终于提了上来 而S8的确更是提升了好几个级别 表现得更出色 这组样张U11 Plus色温上升自然 而S8会稍微有些偏暖 放大看细节 虽然两者没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仔细看的话 U11 Plus的画面纯净度会比较差 看起来脏脏的 和S8一对比的话高下底盘 对比其他样张也是如此 放大看画面的噪点比较明显 U11 Plus在控造能力上还是要加把劲的 这种样张的确差别就比较大了 U11 Plus主体的画板会有些过曝 其余在色彩上是比较接近真实环境的 而S8除了曝光控制的比较好 还把画面的色彩饱和度拉高 整体画面也十分通透 虽说色彩上会失真 但胶艳欲低的画面 应该能赢得绝大部分观众的橄榄枝 到了室内的暖光灯环境下 S8的白平衡就出现了问题 导致色彩会偏冷 而U11 Plus的白平衡比较准确 把笔帽的颜色还原的比较好 到了夜景 U11 Plus能保持夜市仪S8一致的画面亮度 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问题依旧在于画面噪点会比较严重 照片经不起放大细看 到了光线越暗的环境 这个现象越是明显 U11 Plus画面亮度虽然控制的挺不错 但牺牲的是画面的纯净度 不用放大都是满屏的噪点 对比S8感觉就是差一个级别的选手 小杰U11 Plus拍照的表现还算不错 不过并没有到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步 和安卓阵营标冰S8相比的话 主要属在控造能力上 U11 Plus内置的电池为3930毫安时 接近4000毫安时的容量 让它差点成为电池最大的骁龙835机型 那么它的续航表现具体如何呢 经过我们一小时续航测试 耗减电量为18% 这个成绩在835机型里也是比较一般 甚至比3000毫安时的U11还退步了一点 主要原因是在拍照录像环节 比其他机型耗电更明显 U11 Plus很有可能在一块没有优化好 中度使用的话还是得一天一冲 本来测试前还期望着 U11 Plus在续航方面当一把标冰 没想到最后反而成为掉链子的环节 看来HTC还得抓紧优化好续航 4000毫安的电池不应该是这个表现 看完整个视频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不是和我差不多 U11 Plus就和命名一样 它只是U11的小幅升级版 整体给人的感觉比较平用 系统体验上缺乏诚意更是它的致命上 全面屏的升级也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只是屏占比的提高 让大家更容易觉得这是一台来自2017年的手机 如果你是想挑选一款综合表现出色的全面屏旗舰手机 U11 Plus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是比较欣赏U11 Plus透视黑外观的用户 希望自己的手机在盲盲鸡海里能够有一定的辨识度 那么这款手机还是值得入手的 毕竟外观上的创新在现在连我们这种评测编辑 都有可能成为脸盲的环境里是十分可贵的 好了这期评测视频到此结束 想了解更多关于清电的内容可以访问QELEC.C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